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熊猫 怎么样 车到哪儿了 码头 你可千万当心 特别是建筑物的高点 还有地面的死角 废话 我徒弟在车上 我当然担心了 出了问题拿你试 就这样 喂 大方 怎么样 不不不 这种瓶颈是表面上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出意外 唐子杰这个人你应该清楚 当然了 楚晓明在车上 我当然担心了 谁让他是我徒弟呢 那你怎么不让我去呢 好吧 你多费心 好 手抖了吧 抠班机的时候 我会很平稳 清朝而出啊 白雪有这么高的待遇吗 对手太难对付 没有办法 用白雪引他出来 这是谁的主意 别管是谁的主意 评价一下 还算是有创意吗 这是一个漏洞百出的计划 一个高手百战百胜 最后因为手枪走火而死 这个故事 我的对手他应该听过 他走火过一次 就是收了一个鼠狼的徒弟 那个徒弟 那个徒弟 想置他于死地 他很警觉 防住了来自徒弟的暗算 因为他比他徒弟出枪要快 李元爸把铁锤扔到了天上 最后砸死了自己 这就是天下第一好汉的死法 谁说无敌的人就一定无忧 我看我的对手 就已经离死不远了 什么硬币的线索 白雪的双规 现在又搞了一个转移疑犯引蛇出动 不怕人家说笨拙吗 谁都会有失手的时候 我的对手也不会像他估计的那样神奇 我在等着他失手 一个没有想好退路的计划 是让人很难堪的 这种难堪 只不过是开始 我曾经对华石岳说过 为了弄清楚我那个兄弟死亡的真相 我可以把命搭上也不会犹豫 但真相必须要见天日 真相早就蒸发了 没有了 不见了 你还想要什么真相 你杀害了海洋 喂 喂 薛宾 我是李丁 楚晓明的车已经过了三河线 一切正常 你放心吧 我们保持联系 你们说对了 他好像不敢去 什么 你说什么 他 路已经没有多长了 请回去好好想想 陪你玩还算是一盘棋 我也有同感 但是一盘残局 请一请 天还没黑怎么就回来了 电池买了吗 你猜 来 我看你这情绪好像有点不太高 有什么不顺心的事说出来 我帮你化解一下 把嘴闭上 不说话你能死啊 小王八高子 我也烦呢 能吃能喝 不像 哎 也没有了痛 但让人家区区都要爱你走 用我们的歌 换你真心笑容 这首歌我也会唱 出去了我带你去歌厅 我会唱 但不去歌厅 那去哪儿啊 你猜 你猜 不经历风雨 怎么见彩虹 没有人敢随着变变成功 把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 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 你得不必须 你不需要 热情相担呀 你不需要 别人的 让我闭着 你说你有没有 我都说了 我都说了 我只想的是 孝菊那张脸都白了 我不听你解释 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努力 连到现在都没有找到 孝菊 队里现在所有的人 都参加了搜查和布控 看我跟你再说 今天两位局长来队里 向大家宣布一个决定 我就不多啰嗦了 话十月失踪已经六天了 势力很着急 我们的方案已经实施 可现在还没有结果 今天局里做了一个决定 请萧局长讲话 大家辛苦了 我知道 有的同志 刚刚完成十八小时的蹲守 还没有来得及休息 也有的同志刚下火车 还没有回家 没有办法 我们的职责 就是这样 你怎么才来啊 睡过了 局党委研究决定 新原车站案和月光宾馆案暂停 所有人员并入划十月失踪案 为加强领导 决定由唐紫杰副局长任专案组组组长 钟大峰副队长任专案组副组长 并负责向局长委汇报情况 下面请唐副局长讲话 划十月失踪案非同小可 市领导和省厅领导都已经做了具体的部署 陷期破案 我是咱们刑警队出去的人 随时准备回来和大家一起睡东部吃泡面 一句话 我们要全力以赴 我要说的是 大家就是挖地三池也要把划十月找出来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新病入专案组的同志马上到会室开会 奔头行动吧 二下都追 下午 走 进步 走 薛冰 唐局说 让你也参加划十月的专案组 好 这两天去哪儿了 我怎么找不着你 补牙去了 补牙补得晚上连宿舍都补回来 你是越来越神秘了 在澡堂睡着了 你以为这个理由我会信吗 会议室开完会以后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师傅 谢谢 岁月 再秘密的事儿 你可以瞒着别人 可千万别瞒着我 你也不该瞒着我 你说的话我听不懂 你都可以让朱林举遁守 为什么我不能 你说过的 我们是朋友 谢谢 你这不是拒绝 是抛弃 我会呗 如果到了最困难的时候 我需要人帮助 第一个就会去找你 那我等着 我去开会了 我爱你 我 Xbox One 我都好 我都好 我好 那我看你 你这几天到底在忙什么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你撒谎 你能不能跟我说实话 华石岳的事跟你有没有关系 你这是什么意思 华石岳的失踪 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没有 薛冰 有人看见 华石岳失踪前 你曾经出现在华石集团 这说明不了什么 你应该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我当然知道 但华石岳的事情 我一无所知 也许 狂人日记 真正令人惊悚的 不是鲁迅对痴人的冬箭 甚至 也不是小说结尾 救救孩子的呐喊 而是最终 令狂人无比震惊的 我也吃过人的发现 不妨说 这是狂人原罪意识的自觉 就好像说 绑架人质的人 他本身也被人质所绑架 难以解脱的负罪感 使他成为被绑架者的人质 竹内先生也认为 狂人日记的问世 标志着鲁迅先生的创作 向着赎罪文学的转折 它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 这么巧 让你听到了这段 卫宜消德 人憔悴许多 一代见宽 终不悔 当初 你想激怒我 没有 你这么无微不至地照顾我 我怎么能无情无义呢 看来我用流氓的手段 来对付一个老流氓 是不会有什么结果了 承蒙兄弟高抬 自从有了企业家这个称号之后 叫我老流氓的人是越来越少 不过你的这句话 又让我想起了当年创业时候的风雨岁月 一个苦孩子 凭着土枪和诈骗 打下了一番天地 真是一往昔争荣岁月愁 风雨送春归 你 当今世界书啊 有这么多人为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作孽呀 看到这么多人手忙脚乱的 可是你在一旁静观其变 是不是有一种九段棋手 在街边棋摊看别人下棋的感觉 你想激怒我 没错 你已经激怒我六天了 我就不能激怒你一天吗 打呀 以我现在的伙计 我打了你的狗头 你试试啊 我要是八秒钟站不起来 我就陪你到法庭去自首 打呀 行话子 打呀 行话子你别逼我 打呀 你别逼我我告诉你 我已经快失控了 你别逼我 省得你以后埋怨我野蛮 就你这德行 也配得上说野蛮 你给我闭嘴 一命换一命 今天你要是弄不死我 我就让你下地狱 陪你那个叫海洋的兄弟 不许提他 我又提到你怎么着 你死人又嫌的鬼魂 我去你们 起来啊 起来啊 你不是八秒吗 我帮你数 一 二 我帮你数 起来啊 三 四 你起来让我看看 你起来让我看看 你不是老江湖吗 老江湖 你起来 起来 五 六 起来 起来啊 还有两秒了 起快快快 快快 起来 起来吧 你输了 小崽子 你也跟我恨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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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飞机上这两个小时 我哥哥有消息没有 没有 你马上给我约记姓唐的 是 小姐 出什么事了 华世越的弟弟今天下午从北京 到了江城 总算有人沉不住气了 他一下飞机就约了唐子杰 看来好戏要开罗了 大风啊 一定要注意保护华世越弟弟的安全 不妨明着做 让唐子杰知道 我们在保护他 是 我 我在想象 看你现在这副德行 如果让你刮刮胡子 李李发 然后再穿上西装 打上领带 你还会像那个药物扬威的画总吗 你可以 在江城 你以后肯定算得上是个人物 绑架的事你能撑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 你能经得起把心脏压扁的过程 这是超出你年龄的内功 你过奖了 有一本书叫做《痛病快乐》 作者好像姓白 那写的就是现在的我 你是不是到死也不出卖唐子杰 一根绳上的蚂蚱 要死都死 但你可以将功补过 自从画室集团成立那天起 我就发誓 金盆洗手 弃恶从善 可是不能啊 一条鱼上了岸怎么能活呢 我和市委田书记深谈过一次 我问他 如果我把画室家族的全部家当 都奉送给江城 江城会怎么样呢 他说 经济上可能会前进一大步 但是城市的文明 可能会倒退若干年 为什么 为什么 我当时也这么问田书记 他说一个城市像一个有家族污点的富翁负债 意味着全市人民的社会地位整体下降 因为一个庞大的特权阶层会像一片乌云 在这个城市的上空挥之不去 田书记 田书记没说错 回家以后我哭了 我不是觉得委屈 我是觉得我怎么越成功 越觉得失败 你体会不到 你体会不到 我很少想 temple 我可以去交易 我希望你能够受慮 我哪儿 我希望你能够受悟 我呢 我希望你能够受压力 我能够受慮 我和了我 你只要我 做意味着 你和我 我能够受药 我能够受药 我能够受过自己的名价 你可以离开这儿了 你 你说什么 我绝望了 我还年轻 看来想和你们斗 只能以后再找机会 你真的要放我 你是不是觉得 当初自己的判断 有些失误 我从来没怀疑过 自己的判断 只不过是你和 唐紫洁之流的阴损老辣 让我意外 看到那么多同事战友 为了你我 做出太多牺牲 我于心不忍 仅此而已 丝毫没有妥协的意思 失眠 globe 五attle альном 五 gone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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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做顿饭吧 也算告别 不必了 你还是赶快走吧 省得待会儿我后悔 那好 我先上趟厕所 什么事儿 你在哪儿呢 有话快说 要不我交电话了 你赶快回队里 华世悦的弟弟从北京赶过来了 并且第一时间用电话 跟唐子杰取得了联系 电话内容呢 没监听到 唐子杰突然放大电视噪音 钟队说安情可能有所变化 喂 你跟谁在一块儿呢 你赶快回来吧 都等着你呢 尿完了 你不会反悔吧 你说对了 我反悔了 你现在还不能走 你耍我呢 少废话 把手铐自己带上 我撒泡尿你就变卦了 你根本就没打算放我 你是想故意折磨我 把手铐戴上 你刚才怎么说的 你怎么能失言呢 没想到这么快机会就来了 这他妈电话谁打的 上帝 我哥以前跟我说过 在江城 只要有你这个朋友在 他就无忧 是吗 我们交情确实不错 但是 他也说 如果在江城遇到不测 能暗算他的人 只有一个 那就是你唐局长 他还说了什么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他还能说什么 现在该轮到您说了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你哥哥的失踪我跟你一样着急 是吗 那就拜托唐局长拿出态度来 让我看到你多么着急 三天 三天怎么样 三天我要看到我哥哥 我会尽力的 我会尽力的 不管处于一个公安局长的责任 还是处于朋友的情谊 但是 你不能把时间给我限定的态思 唐局长 你只有三天 你只有三天 三天之内 如果我见不到我哥哥 我会公布一些文件 到那时候 大家的脸上 都不好看 师傅 你说这划施月他弟弟从北京赶过来 事情会有什么变化吗 不知道 那你估计啊 这个划施月现在是活着呢 还是已经死了 我要是知道 还能坐在这儿啊 刚才我给你打电话 你在哪儿啊 你猜 我来了一个警校的同学 我去看了看他 你说 划施月他为什么 你哪儿那么多为什么呀 唐局 薛冰 有时间吗 我有事跟你说 到会议室来一下 爸 是我 怎么了 唐局 你不休假吗 再这么休下去 暗算我的人 岂不让我万箭穿心了 这么严峻吗 那您可要多加小心 你这提醒 是善意的吗 这话您听懂了 你是在赌吗 你是在赌吗 一个有钱人也这样问过我 我不想赌 只想活 退路 退路想好吗 也就是去陪陪海洋吧 有准备 我是在挽救你 你知道吗 别这么说 能挽救我的 那是一种结局 在这个结局里 只有两个人 一个人活着 人们会称他为英雄 一个人不能活 他要为他所犯下的罪行结账 除此之外 对我的任何挽救 都是徒劳的 你太乐观了 心虚的时候 你还这么振振有词 拿着烫山玉的人 都在想 怎么把它扔出去 师父 我现在才真的像是你的徒弟 我们两个人 一个像是热铁皮屋顶上的猫 一个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如果说心虚 彼此彼此 画石月在哪里 画石月的下落我知道 我知道 但我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不能告诉你 我想你应该很清楚 进来 唐局 消局找薛冰 薛冰 薛冰 他找你谈什么呀 薛冰 如果是好事 是立功受奖的事 我也不想多问 但如果是难受的事 是需要人帮助 需要人分担的事 你要告诉我 你要告诉我 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小理长 老唐 你怎么来了 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怎么能做得住呢 你是说画石月的事吗 据我分析 画石月就在薛冰手里 老唐 这么大的事 可得有证据 你不止人 二十四小时金氏薛冰 不会拿不到证据的 薛冰是我们的同志 仅凭推断就对他上措施 不妥吧 文市长吗 我 唐子吉 什么事啊 画石月失踪的事 已经有下落 据我判断 是我们公安局刑警队 一个叫薛冰地 绑架了画石月 我们正准备对他进行监控 那你们为什么 还不采取行动呢 我正在休假 我找萧承春说 他就在我身边 让他接电话 老萧 文市长要跟你讲话 文市长 你们搞什么名堂啊 想要干什么呀 这只是老唐的推断 你们马上采取措施 老萧 我们这样做是对薛冰负责 我们不能看着他越走越远 好吧 如果相信我 就把这件事交给我办吧 怎么 不休假了 以后再说吧 想休息 你 日子还长着呢 我命令你们 从现在开始 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监控 刑警队的警员薛冰 这也是文市长亲自固执 小长春局长已同意 如果在这次行动中 能解除薛冰的嫌疑最好 绑架是重罪 更何况花石叶在世界上 也是有影响的企业家 在这次行动中 一定要保证花石叶的安全 有什么情况 不分事件马上向我汇报 是 能不能离我远点 对不起 这是局里的决定 二十四小时监控啊 你这么跟着我有什么意义 忙个忙 领导肯定找你已经谈过了 你别为难我 好 那我回办公室 不给你们添麻烦 黑头 我贴一张红桃吧 行 我不贴了 出出出出 出啊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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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主没主 有啊 有主为什么不拿主杀 要出红桃 留着主看画啊 那人上家又没分 我干嘛要杀啊 在这我哪知道 你就剩一黑桃石 就是 你怎么不知道啊 上一把出黑桃的时候 我垫的是叉 打牌动动脑子 你又把脑子丢哪儿了 带了吗 带了吗 不玩了 这不中午休息时间吗 没什么事 来来来来 这都早就过饭点了 你们不吃饭不饿呀 刚才不是吃了饭了吗 来 薛编 你应该知道 我们这也是执行上级的任务 我知道 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 别记仇了 我不会记仇的 行了 别烦了 别烦了 我不烦 你去忙你的吧 别在这儿陪我了 好 薛冰有什么反应 在队里玩牌呢 一副要在沙家帮抓下去的镜头 那唐子杰呢 三天没出办公室的门 一直不停地在打电话 都够能沉得住气的 华石月失踪十二天了 怎么办 唐子杰要求监控薛冰是什么意思 华石月的失踪 真的跟薛冰有关吗 这段日子下来 出什么事我都会相信 静观其变吧 在外面 静观其他人 不停地在哪里 有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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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坐会儿 不用了不用了 什么意思 没事 初晓明 你到我宿舍来一趟 别问那么多了 马上就来 什么事师傅 到底出什么事了 坐 我不坐了 有什么事你说 我马上得出现场 龙天水库 发现了一具男尸 根据报案电话描述 死者的外形年龄 都很像华石月 专案组的车 马上就出发了 我想跟着去看看 那就更不用着急了 那就更不用着急了 坐吧 师傅 你最近肯定遇到大事了 你一直在忍 等忍到有了结果 你才会告诉我是吧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 华石月是我绑架的 所以她现在不可能出现在龙天水库 你绑架她 看来唐自己的猜测是对的 我本来想以此来迫使唐自己 让她铤而走险 自露马脚 可是她没有 那华石月现在人在哪 唐紫杰为什么没有露出马脚 是因为她判断 华石月的失踪一定跟我有关系 也就是说跟她有关系 所以她一直硬撑着 并且利用手中的职权 对我实行二十四小时监控 让我陷于被动 她怎么让你陷于被动 华石月已经三天没进食了 现在不知道是死是活 你怎么不早跟我说 现在晚吗 你始终都没信任过我是吗 这与信任无关 薛宾 我刚到刑警队的时候 你可以回避我 对我隐瞒我都不怨 因为我们两个人不熟悉 可是到现在你还这么对我 什么意思 我对你已经做到了毫无隐瞒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 我为什么不告诉你 我的一番苦心你应该能够明白 这是严重的违纪操作 甚至可以说是违法 你是我徒弟 我没有理由把你也拉进来 你明白吗 你是说华石月已经三天没吃饭了 准确地说 应该是两天半 我留在那儿的东西只够她吃半天 你现在叫我过来 是不是让我给华石月送饭 没有选择了 再晚就很难说华石月是死是活 这是地址 记住了 好 如果华石月死了或病危怎么办 马上给我打电话 那我不就成了同谋了吗 你只为救人负责 与救人无关的一切责任 都有我来承担 对待她 Wand 爹 与百渠